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导演备讲 由我和金圣弟兄两位弟兄佩达 那我先开个头 金圣弟兄后面 阿们再来加强 我们知道在第二篇里面 这个题目是叫做哈拿的指示 当我们进入这一篇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撒末尔记的中心思想 就是神经伦的成就需要人的合作 人的合作在撒末尔记 给我们看见积极的力政和消极的力政 积极的力政是哈拿、撒末尔和大卫 消极的力政是以利和扫罗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 进入与神合作积极的力政 第一个力政就是哈拿 第二篇哈拿的指示 哈拿的指示 这个词是出自尼托森弟兄文集的第二集 卷六特会信息与谈话的记录 第172篇 那边有一篇叫做哈拿的指示 在这篇信息里面 给我们看见 哈拿的指示是带进君王和国度的指示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神的心意是要从祭司的时代转移到君王的时代 带进神的国 而那时候呢 祭司的这个指示呢 也已经 臣腐和衰微了 它是活在一种老旧的情形里面 而且是像月亮啊 它不是满月 它是下旋月 快要没了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看经节的时候 我们能够认识 这个老以利 还有他两个儿子 并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 和这个满足神的需要 所以在这里呢 神渴望有兴起得胜者 一个人来 是拿戏尔人 能够将君王和国度带进来 好 那哈拿的指示呢 它就是为着产生这个拿戏尔人 也就是萨摩尔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所讲的 这个引经 是萨摩尔记上一章一节二章 十一节十八到二十一二十六 基本上是讲到萨摩尔的这个出 这个对不起 起源与出生还有他的幼年 那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 他的背景就是 以利加拿 我们首先说萨摩尔 他是立位支派的 他的父亲叫以利加拿 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 一个是哈拿和皮尼拿 那皮尼拿有孩子 哈拿却没有 他们每年都上世罗 去向耶和华献年纪 但是年年去的时候呢 这有孩子的皮尼拿就来激动 激动这个哈拿 因为哈拿那时候没有孩子 耶和华使哈拿不能生育 这样激动他是他哭泣不吃饭 第七节 然后接下来这个就迫使哈拿 在耶和华面前有祷告 他这个祷告不仅是普通的祷告 也是有许愿的祷告 在一章十节里面给我们看见 哈拿魂礼愁苦 就向耶和华祷告痛痛哭泣 十一节他许愿说 他的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 而是许愿的祷告 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垂顾你仆人的苦情 悲女的苦情 纪念我 不纪念你的悲女 赐你的悲女一个男孩 我必将他终身献与耶和华 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这个就是拿戏尔人的愿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所以哈拿的祷告是要得着一个男孩子 是终身献与耶和华 而且是这个是拿戏尔人 这个男孩子 这个在新约里面就给我们认识 他是一个就是得胜者 也就是事录里面所说的男孩子得胜者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见这个十五节 哈拿说我主不是这样 我是灵里受压的妇人 淡酒浓酒都没有喝 但在耶和华面前清心吐一 我因被人激动 愁苦太重 所以一直述说到如今 所以在这里 哈拿的情形 他是在神面前清心吐一 他被人激动 愁苦太重 他所祷告的是要得着男孩子 他有许愿的祷告 后来神应这个回应了他的祷告 应许了他的祷告 这个撒姆尔就出生 然后呢 到了孩子断奶的时候 这个哈拿就将孩子带到这个殿里面 在以利的这个监管之下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27节28节 我祷告为要得这孩子 耶和华已将我向他所求的赐给我了 所以我也将这孩子介于耶和华 他终生都是介于耶和华的 我们也都知道耶和华神在那个时候 就这一面来说 他是贫穷的 因为在地上呢 没有人能够应付神的需要 完成救神的经论 所以呢 这个哈拿认识这种情形 他是将撒姆尔介于耶和华 是说出神在那时是贫穷的 Amen Amen 好 接下来我们看见 这个撒姆尔的幼年 他是童子 18节就竖着细麻布的以福德 在耶和华面前供值 然后第26节 童子撒姆尔在声量上 并在耶和华与人 对他的喜爱上都不断增长 Amen 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出来 看见撒姆尔是一个 蒙神和人喜爱的人 Amen 好 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之后 我们需要来进入 这一篇的纲目里面 这篇的纲目里面呢 一共有四个大点 我们现在用祷告的灵里面 把第一大点是不是 我们读过去 Amen 我们必须领 什么是主的恢复 主的恢复是要建造喜安 喜安预表得胜者 乃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要终极完成圣诚新耶路撒冷 好 那我们来到第二个大点 对不起 好 我们读 扎姆尔记 扎姆尔记 在预表上 给我们看见 基督 由大卫所预表 我的国 被带进来 好 那我们看第三个大点 荡摩尔记 象 荡摩尔记 Fußball 代表一种 在尽君王 和他俄复的理之士 哪 ハナ的理治 我们可称之为 哈纳的理治 好 第四 哈纳的经历 表明我们需要在愁苦时 在主面前 倾心 主意 在出埃及15章 吉色列人来到马拉的那里 在信向摩西发愿 黄西连的华 红叶和马基 只差一棵树 只差一棵树 丢在水里 就变天了 好 那这个四个纲目呢 首先给我们认识 因为我们知道哈纳的执事 是要带进君王和国度的执事 也是为着祂的祷告 是为着产生得胜者 所以首先就给我们认识主的恢复 就是要产生得胜者 就是这个有份于哈纳的执事 所以第一个大点就是领悟什么是主的恢复 弟兄姊妹们 什么是主的恢复 建造 请问大家来答 好不好 阿们 弟兄姊妹们 什么是主的恢复 天造 感受 戏案 那戏案是预表什么呢 额圣者 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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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神 圣者 圣者 圣神 实际 圣者 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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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好 那接下来就给我们 带进这个进入撒末尔记上 撒末尔记上 他有一个很深入的点 它是给我们看见君王基督和他的国被带进来的一个预表 那这个君王基督和他的国要被带进来呢 需要有一个执事把它带进来 那这个执事就叫做哈拿的执事 就着历史来说 要从祭司时代转变成为君王时代 就着应验来说也就是得胜者要将基督这位君王带回来 这地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 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他基督的国 这个执事就叫做哈拿的执事 那第四个点就给我们认识 哈拿有这样的执事 它有一个经历 这个经历使他能够尽这样的执事 这个经历是什么经历呢 就是需要在愁苦时在主面前清心吐一 第四个大点给我们认识的 那这也就是在《出埃及》 以色列人来到马拉的土水那里 百姓向摩西发愿言 那个水是苦的 然后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这棵树就是后面给我们看见 这个就是生命树 这个树是表真生命树 也就是十字架 好那感谢主 那我们弟兄姊妹是不是 我们自己把这四个大点能够顺一下 讲一讲 首先给我们认识主的恢复是什么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认识 撒末尔纪沙所代表的是什么 他的预表什么呢 然后这个预表需要有一个指示 这个就是哈拿的指示 要有这样的指示需要合适的经历 认识哈拿必须领悟神主 这个大点我们读 我们自己讲说一下 阿们 我们必须领悟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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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完成新人杀了 撒末尔纪上预表 给我们看见君王基督 和他国的被带进来 第三个就是 撒末尔纪上 一种带进君王和国度的指示 我们可成为哈拿的指示 哈拿的经历表明 我们需要在仇佛 在主面前倾心吐力 好 借着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 然后我们 我们在带着我们 就帮兄弟们顺一下 第一个大点 讲到主的恢复 建造行安 就是要产生得胜者 是基督身体的时机 要终极完成 圣成新耶路撒冷 这一共有九个终点 就我来看呢 它主要是第一终点到第五终点 它是出自诗篇四十二篇第二节的注节 第一个注节 第一个注节 然后第六篇开始呢 它是这个讲到 关于相调的实行这本书的第五篇 主要是第六七八九 是讲到关于相调的实行这本书的第五篇 基本上纲目的写法是出自这两本书 好 感谢主 还有注节 那首先给我们认识 主的恢复是建造喜安 那喜安是什么呢 第一终点就叫我们说 喜安是大魏王的城 撒下五章七节 这个大魏公取了喜安的宝藏 就是如今的大魏城 主的恢复 对不起 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 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大的 在这耶路撒冷城里面 有一个高峰 一座山叫做喜安山 这个喜安呢 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中心 神的居所就是神的殿 在地上居所的殿 是建造在哪里 阿们 好 那个经节只能浏览一下 第二个重点 就给我们开始来一个比较 就是喜安和耶路撒冷 各式预表什么 他们之间的关系和预表是什么 第二重点给我们认识 第一个 在旧约里有一座 耶路撒冷城以喜安为中心 所以喜安是耶路撒冷的中心 所以安预表说 照会生活就是今日的耶路撒冷 在照会生活里必须有一班得胜者 就是得成全必成熟的神人 这些得胜者乃是今日的喜安 阿们 好 那第三个重点 喜安它是圣承耶路撒冷的高峰和美丽 预表得胜者是赵会的高峰 中心拔高加强丰富美丽和实际 四十八篇第二节诗篇 在北面的西安山是大君王的城 居高华美 为全地所喜悦 阿们 好 第四 耶路撒冷的特色 生命 祝福 建立 都是从西安 得着 阿们 这个 在这个里有一篇 这个里托生弟兄里面 有这个信息里面 有一篇是 这个有本书叫做神的得胜者 他里面 他就给我们看见了 他说耶路撒冷是预表照会的 其中有一座喜安山 是预表全体的照会 另外呢 是那个喜安山是预表照会中的得胜者 耶路撒冷是大的 喜安是小的 耶路撒冷的宝藏是在喜安 论合乎神的心意的就称为喜安 论犹太人的失败和罪恶就称为耶路撒冷 神从来都是让耶路撒冷被践踏 却保守喜安 耶路撒冷有新的 喜安却没有新的 因为喜安从来不会救 旧约每次说到喜安和耶路撒冷的关系 都叫我们看见 耶路撒冷的特色生命 祝福建立都是喜安 从喜安得着 这边所引的经节 王上八章一节 长老是在耶路撒冷 约贵是在喜安 诗篇五十一篇十八节 神善待的是喜安 建造的是耶路撒冷 诗篇一百零二篇二十一节 神的名字在喜安 赞美神的话是在耶路撒冷 诗篇一百二十八篇五节 神赐福是从喜安 好处是建于耶路撒冷 诗篇一百三十五篇二十一节 耶和华是住在耶路撒冷 受赞美是从喜安 以赛亚四十一章二十七节 先对喜安说 后报到耶路撒冷 约尔书三章十七节 神住在喜安耶路撒冷 就成为圣 好 这个所引的经节 就是出自神的得胜者 第三 那本书里面所交通的 好 那第五个终点 我们一起来读 得胜者 作为喜安 乃是基督身体的使劲 并且终极完成 众地方造会中身体的建造 尽有事里终极完成的圣神 四方的长宽是一样的 长宽高都相等 所以这意思是说 整个新耶路撒冷都成为至圣所 都成为喜安 所有的信徒都会是得胜者 加密的经文 我们浏览一下 我们就没有时间再交通了 对不起 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 一到五终点 就是讲到喜安的定义是什么呢 喜安就是在地理上 他是大卫王的城 耶路撒冷的中心 神在地上居所的店 建造的店的所在 他的与耶路撒冷的关系 耶路撒冷城的中心是喜安 他的高峰和美丽也是喜安 这预表什么呢 预表耶路撒冷就是 今日的这个 今日的招会生活 然后呢 喜安就是招会中的得胜者 是招会中的高峰 中心把高加强丰富美丽和实际 耶路撒冷的特色 生命祝福建立 都是从喜安得着的 所以呢 喜安是得胜者的预表 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终极完成 中地方召会中 身体的建造 殆尽有势力 终极完成 圣神 新耶路撒冷 就是神居所的终极至圣所 好 感谢主 那一到五终点 是讲到这个 那接下来我们看 从六七八九 六七八九讲到 关于相调的实情 第五篇里面 讲到神的得胜者 我们特别从启示录 给我们看见 这个主所要得着 所要建立的就是喜安 Amen 就是得胜者 这个是神圣圣言中 属灵启示的那在时机 我们的确需要拼上去 不惜代价的祷告 像使徒保罗那样付代价 所以我们要达到喜安 我们要建造喜安 就需要怎么样 拼上去不惜代价的祷告 像使徒保罗那样付代价 我们看保罗怎么付代价呢 特别在这个腓利比书 他看万事为亏损 他已经亏损万事 看作愤土 为要赢得基督 他竭力追求 忘记背后努力 面前向着标杆追求 要得着向上去得的奖赏 然后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 借着各样的祷告祈求 在邻里祷告 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 坚定持续的祷告 尽心感恩 好 接下来我们要答应 主在这个时代得胜者的呼召 是要使我们成为有活力 活力就是 使我们成为活而满有行动 活而满有行动的神是一 成为活而满有活动的 阿们 神在地上成就他永远金轮而有的行动 最终是要借着得胜者 阿们 好 第八终点 在这被篡夺的地上 有耶和华的山 就是喜安山 这山完全像主敞开 绝对被他拒有 喜安所预表的得胜者 乃是桥头堡 主这荣耀的王妖 借以回来 具有权地 做他的国 阿们 好 第九 我们一起来读 要达到神永远金轮的高峰 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除了道道以外 别无套路 我们成为得胜者 做基督身体的实际 成为基督的师父 要结束这时代 就是造卫时代 必须跟基督这荣耀的王带回来 使他在国内时代 他的得胜者 他的得胜者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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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九就是一个结论 我们要达到这样的高峰 做得胜者 除了祷告以外 别无他路 Amen 好 弟兄姊妹们 千千万万基督徒 在地上 有许多的祷告 向神献上许多的祷告 但这些祷告 大部分都是 绝多数都是为着自己 为着儿女 为着事业 为着健康 祷告 但少有基督徒在地上 为着神的来临 的再来 为着产生得胜者 祷告 所以我们这里所讲到的祷告 是指有哈拿那样的祷告 Amen 好 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快快进入第二大典 在预表上 在撒末尔记上 预表上 给我们看见 君王基督由大卫所预表 和他的国被带进来 首先是背景 在以利之下的老旧亚伦祭司体系 变得臣腐衰微 神渴望有一个新的起头 以完成他永远的经轮 我们知道以利 他不听从神来管 约束管教他两个儿子 他两个儿子是藐视耶和华的公务 并且与会目前侍奉的妇人苟和 这样的事 他们是得罪耶和华神的 所以在这个时代 祭司的体系是变得臣腐和衰微 首先第一个小点给我们看见 这个背景 《诗诗记》的内容 它是有七个循环 它是信靠 以色列人信靠神 离弃神 遭仇敌 击败 在悲惨的情形中 向神回给他们转向主 他就兴起一位士师 拯救他们脱离 欺压他们之人的手 然而士师死了 他们就回到邪恶的路上 又渐渐败坏了 这成为士师纪里 重复七次的循环 一再的循环 但是神不满意这样的循环 第二 这么多年来的证会历史 只是重复了以色列 士师时期的历史 但今天神要许多撒姆尔 就是得胜的拿西尔人 他们要带进基督这 正大为最掌权的君王 和他的千年国 在那里 得胜者 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光 如同太阳 下面所引的是 明述记一到六章一到九节 还恢复本的注解 讲到拿西尔人的愿 首先 拿西尔的人的愿 是分别出来归 耶和华 阿们 然后呢 他有讲到淡酒 远离淡酒和农酒 不喝淡酒和农酒的醋 这只表示 静觉与属地的享受和娱乐 然后呢 他们不可用剃头刀剃头 剃刀剃头 就是不废弃主的主权 绝对的服从 还有服从神代表的权柄 不可哀尽死人 不接触任何死的东西 甚至父母兄弟姐妹 死了时候 他们不可因他们 是自己不洁净 就是不因血清 至轻的手受玷污 这表征 我们不该因着天然 来自天然情感的死受玷污 而在圣别中保守自己洁净 阿们 好 所以我们需要 我们第三小点 我们一起读 今天我们需要 今天我们需要仰望主 给我们新的东西 一个新的复兴 今天能将这时代 成属于撒旦 这套战当中的造会时代 那君王和他纪念 我的时代 好 撒末的出生 是神发起的 是神在幕后 做了一些事情 一面他使哈拿不能生意 另一面 他预备辟尼娜 激动哈拿 好 这个我们了解 第三 这迫使哈拿祷告 求主给他一个男孩子 哈拿在祷告中向神取愿 这不是哈拿发起的 乃是神发起的 神喜悦 哈拿的祷告和他的承诺 就是他胜誉 哈拿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末尔 阿们 所以哈拿的祷告 说出人的配合 而人的配合是由神的推动 发起的 好 第四 神能推动哈拿在生命线上 与他是一的人 这条生命线是要产生基督 给神的子民享受 使神能在地上得着 他的国 就是照会做基督的圣体 也就是三一神的生机体 只要神能得着这样一个 在生命线上与他是一的人 他在地上就有路 我们请丢子妹读最后一句 好不好 只要神能得着这样一个 在生命线上与他是一的人 在地上就有路 阿拿是一个弱女子 他的年纪应该不超过三十岁 但是他是在摸着神的心 他的祷告使神有路 能够完成他的经纶产生撒末尔 好感谢主 我们一起读 请注意 人与神行动的合作 就是他刚刚讲到哈拿的祷告 一小点哈拿的祷告指明神的行动 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 也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成就神 愿望拿西尔人就是得胜者 我们祷告必须要有结果 就是要产生得胜者 阿们 第二 拿西尔人是完全奉献给神 接受神做王做主 做仆做丈夫 绝对属世享乐没有兴趣的人 撒末尔甚至在出生之前 就被他母亲奉献做这样的人 阿们 我们请今生弟兄继续 阿们 谢主 谢谢大众弟兄给我们的交通 所以刚刚我们弟兄所带的 我相信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几个字 也就是第一篇所讲的 一个是合作 另外一个是牵连 合作和牵连 所以我们这个人 从哈拿的这个弱女子 刚刚弟兄讲到这个弱女子 的确尼托真弟兄 把他在神的经纶上 能够加上一笔 也就是哈拿的指示 一个弱女子如何能成为 一个神的工作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实也就是有牵连 有合作 那为的就是怎么样 带进君王和国度 所以这四个词 弟兄姊妹们 在撒木尔记 我们刚开头的时候 希望一定要牢记在这个脑海里面 合作牵连 君王和国度 这个就是一个神的旨意 这也是神要把我们 做成一个得胜者 能够在地上 能够与他配合的一般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第三大点 第三大点慢慢就步入 到这个撒木尔记了 我们一起来读 撒木尔记上 这个君王和国度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一定要记得 谁是我们的王啊 基督是我们的王 不论怎么样 在启示录里面 要全地要成为我主 和他基督的国 这个主基督呢 是王 这个国度 也要被带进来 在这里呢 就可以来看这个两个不同的原则 和不同的执事 第一宗典我来读 匹尼娜和哈纳 代表两个基本上不同的原则 和两个基本上不同的执事 对哈纳的执事 是要带进君王 不是要有许多的儿女 匹尼娜的执事 是要得着许多的儿女 许多的结果 匹尼娜和他的儿女 代表神大部分的子民 但是呢 没有一个与转移时代 把基督荣耀的王带来有关 弟兄姊妹们 在基督教里面 也的确是有许多的基督徒 我相信在美国呢 刚出立国呢 也是因着基督 也是因着这个神的缘故 可是呢 有多少的神的儿女 能够呢 把这个转移时代 能够把呢 这个神的经纶 这个君王和国度 能够摆在祷告里面呢 主耶稣啊 实在求主啊 真是来 这个提醒我们 所以这个引用的经节里面呢 特别是呢 这个在环境里面 这边所提的 这个哈拿他的祷告 不论怎么样呢 这诗篇 二十四篇是非常好的一篇 众臣们啊 你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啊 你要被举起 荣耀的王将要进来 哈利路亚 诗篇二十二 二十三跟二十四篇 特别是这二十四篇 乃是一个基督得胜的这一篇 虽然二十三篇是在牧羊里面 这二十四篇呢 其实也在提醒我们 虽然在这个环境 很糟糕的这个限制下 对 众臣们啊 其实也就是指我们啊 我们要抬起头来 我们不需要啊 低头啊 我们要仰望我们这位耶和华 因为这永久的门户啊 我们要被举起来 荣耀的王 他将要来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哈拿 他的一个心境 第二重点 我们请姊妹来读 哈拿 不是荣耀的路 并且平民拿着比较 和嘲笑 又变得更难 那些 哈拿的 那些想着哈拿的人 必须最好 他们要受逼迫和描述 他们要哭泣 他们要哭泣 是 所以呢 这个两个执事呢 两条路 我们当然是要拣选生命这条路了 因为在那里呢 带进了一个生命这条线 所以在哈拿这一条线呢 也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路 要被怎么样 逼迫和藐视 逼迫和藐视 甚至要哭泣并禁食 我相信啊 弟兄姊妹们 无论是我们在家里面啊 育女孩子 在工作上呢 与同事啊 在那里啊 打拼哦 我们多少啊 我们应该是基督徒的缘故 特别是啊 在主恢复里的基督徒 没有基督徒像我们这样 礼拜六早上啊 还要来在一起啊 在这边追求 礼拜二的晚上啊 还要跟弟兄姊妹 一起来祷告 平常啊 还有许多的假聚会 一同来追求生命读经 一起来啊 这个进入到 这个每日读经的进度 的确啊 被别人看见啊 是有许多的逼迫藐视 甚至来刺激我们 那为了就是要做什么 叫我们啊 哭泣并禁食 所以这条路是不容易的路 来弟兄来读第三终典 这不是我们能做 就多少人的问题 乃是神要得着 他一般得胜者的问题 要得着一般能祷告 并带进国度 以基督为王 以基督为王 得胜者 他一同作为的 所以刚刚跟弟兄姊妹提的 这个君王跟国度 一定要牢牢的记着 这是神的心意 能够得着 这个基督 以基督为王 能够带进国度 那我们呢 我们就是这个喜安 就是在召会 在耶路撒冷里面的高处 中心 这些都是得胜者 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 好 第四终典 请姊妹来 哈纳的祷告 哈纳的祷告 是三门 他生的平静 我们的祷告 该有一个结果 就是产生得胜者 我们需要 以那些赞产 加强十七天上 十四地 升天的基督 是一 而祷告 得胜者 得胜者 赞美主 所以呢 三根四呢 他所讲的就是 一个是要得着 祷告的人 那第二个呢 第四呢 就是要得着 一个结果 就是要产生得胜者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虽然有许多的难处 属地的难处 属地的需要 什么时候 我们把这个难处 和属地的需要 能够连于产生 得胜者的时候 感谢主 我们就是这个 得胜的祷告了 我们也就是 哈拿了 所以我们的祷告 应该要有一个结果 就是产生得胜者 太重要了 在这个 这个 这个 启示录的七个照会里面 都是有 这样的一个呼召 就是要呼召得胜者 那这个得胜者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三章八节 没有影 没关系 我们到后面再看好了 只要我们稍微 有一点点的能力 能够来持守 他的话 不否认他的名 所以得胜者啊 其实也不远 也不是这么远的事情 弟兄姊妹们 这个耶路撒冷 我相信有一些 弟兄姊妹去过 这耶路撒冷的最高处 就是西安山 刚大宗弟兄前面 也提到了 他是 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中心 耶路撒冷平均的高度啊 是啊 679米 哦 那得这个西安山啊 其实也没有很高耶 弟兄姊妹 哦 主啊 只有765米 你看 679跟765米 差多少啊 差不到100米耶 哦 只有86米耶 所以啊 他不是啊 很高很高啊 像我们在 Fremont有一个 Mission Peak 这么高啊 2000多尺啊 不是这样 哦 所以啊 我们成为得胜者啊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哦 只要你啊 稍微用一点点的 稍微多一点的诚心 稍微多一点的祷告 稍微多一点的追求 你就成为得胜者啦 阿们 散美族啊 阿们 好 第五宗典 我们请一起来读 哈拿 哈拿 阿们 阿们 所以呢 这边 就年余到 刚刚第十二章 这个启示录 的男孩子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 这个沙上第十一章 第一章第十一节的许愿的祷告 他并没有求得一个儿子 反而是求得一个男孩子 这个男孩子 是连于启示录第十二章 也就是这个光明的妇人 这个生披日头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所产难生下来的得胜者 也就是这个男孩子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 求主能够生下这样的男孩子出来 而且是一个团体的男孩子 能够带进什么 君王和国度 弟兄姊妹 君王国度太重要了 在神的心意里面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戏典呢 我来读一下就带过去了 神最重要的时代行动 建议启示录第十二章的男孩子 这男孩子是由基督做领头的得胜者 以及我们做跟随得胜者所组成 所以是由我们和基督 那因着神要结束这个世代 并带进君王和他国度的时代 他需要得胜团体的男孩子 做他时代的凭借 第二小点是很好 男孩子被提 主啊 这男孩子被提 是在这个第十二章里面 第十节 就结束了造会的时代 带进国度的时代 所以这个预表什么 时代的转换 弟兄姊妹把这两个时代要画下来 造会的时代 跟国度时代的转换是靠着谁啊 是靠着得胜者 靠着男孩子 所以大卫呢 他是把什么时代 世世的时代 转换成一个君王的时代 对不起啊 是沙木尔 沙木尔把这个世世的时代 转换成一个君王的时代 所以呢 他在神的经伦里面是一大笔的 在那里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我们的神 救恩 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到了国度的时代 好 这是第三大点 所以第三大点 主要呢 也就是讲到哈纳的执事 就是哈纳的工作 那这哈纳的执事 的确是不容易的一条路 他不是一个人多 人多势众的一个工作 他是一个精兵的工作 他只要得着一个男孩子 能够来转移这个时代 相较于这个基督教国 虽然有很多 可是却与神的经伦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此呢 哈纳的执事 是一个常常 这个载路 被逼迫 被藐视 那我们呢 也就是啊 顺着这样的一个环境 来痛痛的哭泣 来祷告的一般人 因此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啊 得着 这个 产生 得着一般祷告的人 产生得胜者 那最后呢 也就是这个男孩子 要在末后的世代里面 成为一个转移时代 从造会时代 转移到国度时代的人 所以这几个终点 大概的思路就是这样 因为时间的关系 请弟兄姊妹啊 待会你回去再看一下 第三大点 好 第四大点就讲到 插拿的经历 讲到经历呢 就有许多的应用 希望弟兄姊妹啊 明天审言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方面 都能够加强一些 好 我们请一起来读 第四大点 阿们 所以这边有两个苦 其实有很多苦 我们人生就是苦的 无论你啊 有孩子没孩子 有工作没工作 好工作不好的工作 都是苦 到头来都是苦 没有主的话真是苦 所以这个也不多讲了 这个经历 我想弟兄姊妹 有年纪的一点的 都是如此 愁苦 愁苦 人生就是愁苦 马拉 马拉就是苦 马拉的意思就是苦 这个苦水更苦 苦上加苦 所以呢 百姓向摩西发怨言 这是在出埃及西第十五章 那摩西有没有什么办法 也没有办法 那摩西唯一的法宝就是怎么样 呼求也和 请弟兄姊妹把呼求 这个字要画下来 这个苦啊 在苦境里面啊 你如果只有抱怨 没有路 在苦境里面啊 靠着自己的方法 没有路 死路一条 就是要学习像摩西一样 呼求也和华 呼求也和华 就是祷告也和华 也和华指示他一棵树 这个树呢 画起来就是生命树 这个生命树呢 又是连于彼得 前书第二章的木头 这个木头 借着死与复活 生命的凡针 这棵树啊 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哈利路亚 何等的一个经历啊 这第一宗典我来读 主指示摩西的树 生命树 启示录二章七节 说到的生命树 得胜者啊 这跟得胜者有关 这里的树 原文以彼得前书 二章二十四节的木头 是相同的 是跟是一样 好 请弟兄来 第一小点 启示录二十四节 的生命树 有真之价 有树 就是木头 来顺势 活 必复活 由神的生命树 这可以说 基督 因此我们可以说 摩西就在 带过水里的树 是定十字架 并复活 基督 基督 做生命树 对啊 所以在启示这一面呢 也的确 摩西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 在我们这里呢 当我们在 祷告中 护求主名时 他就指示 我们定十字架 并复活的基督 是生命树的 一项 哈利路亚 所有的难处啊 基督 与十字架 就是 神的 法案 所有的难处 就是需要来定时 复活 能够了 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操练 是什么呢 清新土一的祷告 清新土一 就是啊 就是啊 这个 清倒出我们的魂啊 Po out our soul 把这个魂啊 清倒出来 跟主啊 去祷告 将这个树啊 将基督啊 丢到我们的苦水里面 苦水就变成 与主同样的甜水 好 第二种点 我来读哈拿的祷告 是出于他愁苦和环境 主啊 他愁苦的全人 他告诉以利 我是邻里受压的妇人 在耶和华面前 清心土一 我因被人激动 愁苦太重 所以一直述说到 如今 诗篇六十二篇八节 百姓啊 你当常实实 信靠他 在他里面 清心土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这样的神 接触的祷告 乃是说出 心头的真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环境 愁苦的环境 我不知道在座的 有谁没有这样的环境 我相信大概是没有 每个人都有 愁苦的环境 面对你的小baby 刚刚出生两个月 哎呀 对不对 面对我们自己的孩 儿女 主啊 面对弟兄姊妹 面对佩达 面对我们的工作环境 面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实在是有许多的环境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啊 什么样呢 这样的环境里面呢 我们可以来转我们的观念 转观念就是说啊 这些环境都是神的主宰 都是出于神的手 让我们这个人的心啊 能够啊 转到耶和华面前 能够与他清新吐一 主啊 这边这个祷告太好了 我因啊被人激动 愁苦太重 所以一直述说道经啊 所以这个沙上第一篇 沙上第一章里面 有许多的一些亮光 一些启示 希望弟兄姊妹啊 可以常常去细读他 一直述说道如今 意思也就是说什么 这个阿拿是一直是 留在清新吐一的祷告里面 好第三我们请姊妹来 让我们在愁苦的环境 一切全能够 我们需要向主 请姊姊 请求我们的 神仲闻 我们的心 为他去珍惜 他去珍惜 全能够 这样的道路 会产生 带祝 王和 得胜者 阿们 好第三跟第四都讲到我们 来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终叠 我们来到 我们来到 帝里面 有主宰的权柄 有主宰的权柄 在一密中推动我们迫切的祷告 不仅为着我们内力的一致 只为着神的圣神 圣神的阿西亚人 他们将与他有作 合作为敬 云神的阿 mist 一切世上的法要成了 被主抵得多 因为你要祖导 地道自由 到永远 阿们 新兜道涌 conducted 其实也就是勉励我们 给我们有一些的实际上的经历 这个领悟很重要 特别是在沙上第一章的第十一节 这个领悟是什么领悟呢 沙上第一章第十一节 刚刚大家也带我们读过 他许愿说万君之耶和华 你若垂顾你婢女的苦情 纪念我不忘记你的婢女 赐你的婢女一个男孩 我必将她终身献于耶和华 不用剃刀剃她的头 第一个婢女 这个婢女 其实就是让我们这个人 服下来谦卑下来 主啊我不知道你在哪里 可以找到这个字眼 除了在路德记和这个 哈纳这段话里面 这个其实就是叫我们能够谦卑下来 服在她的权柄 服在她的主宰之下 所有的环境 而且她这是双重的环境 内外交迫 生不出孩子 生不出孩子 苦啊 被人家刺激啊 被人家闲啊 更是一个苦 所以是内外交逼啊 那当然呢 她能领悟什么 因为她是在神面前一直祷告的人 所以啊 进出殿的时候 她看见什么 看见这祭司体系的败弱 衰尾 所以呢 她知道神有一个需要 所以这个领悟啊 非常的重要 希望说啊 我们弟兄姊妹们啊 真是读到这一篇的时候 在环境里面 我们要领悟 真是要领悟什么 领悟神有主宰的权柄 神借着神的这个主宰的权柄啊 你看她呢 就能够啊 是求一个男孩 一个男孩 不是儿子哦 然后呢 我必将她终身献于耶和华 不用剃刀剃她的头 小baby会不会自己剃她的头啊 不会的 只有父母亲啊 所以她父母亲就是 不用剃刀剃她的头 代表什么 顺服 这个人呢 将来是顺服在神面前 是谦卑在神面前的人 我们这个一同来啊 这样的一个 真是在这样的一个操练里面 唯有祷告 刚刚讲到 其实就是一个产生 得胜者的路 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呢 就是有一点的 这个在实行上的一个交通啊 这边啊 你看啊 其实我们祷告啊 还不在于我们祷告的 这个事情有没有答应 是我们的态度 什么时候祷告啊 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 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啊 就得复兴了 我记得刚刚有一段话 非常的好 就是在这个 第一大典 第一大典里面的 这个第六终点 第六 第七终点 这个有活力啊 我们要成为有活力的啊 就是啊 要满有活而满了活动 与神是一 要成为这个满有活力 其实也就是得胜者 我实在很摸着啊 有一些年长的弟兄 特别是师母 那个祷告那个灵啊 其实在我们里面 就有一种活力出来了 我相信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记得啊 这个两年 两年前的时候啊 哎呀 就有一批弟兄姊妹 中午每天祷告啊 在那个祷告里面啊 我不用开口 我自己就活起来了 还不在于祷告的内容 实在求主啊 真是来兴起更多祷告的人 祷告祷告什么 祷告神的经纶 所以这马太第十八章十九节 这边讲啊 若有两个人在地上 在他们所求的任何事上 和谐一致 无论他们求什么 都必从我在诸天之上的父 得着答应吗 不是 是得着成全 弟兄姊妹 这成全什么 成全你我 成全我们自己 还不在于这个事情 能不能得着答应 希望说啊 弟兄姊妹 姊妹啊 能够在祷告的事上啊 能够啊 操练 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能力 稍微祷告多一点 稍微啊 早晨起来 能够诚心 为着主的 这个缘故啊 真是在我们的婚姻 工作 家庭 教育儿女 还有啊 我们的人际关系 还有我们的健康上 能够连于神的经伦 能够啊 其他这个神的经伦 有所牵连的时候 我们就啊 就得胜了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我们接下来有两位啊 弟兄给我们 有些加强的话 感谢主 这篇信息实在是 报告了我们对这个 哈拿的知识的 这个认识和领悟 在哈拿的时代呢 是史诗的时代 也是以色列 这个非常混乱 和黑暗的时期 同时也是这个 以利利祭司之分 非常的臣服 和这个衰微的时期 所以神就渴望 在那样的光景中 里面有一个新的起头 他就需要预备一帮人 来与他这个新的复兴 复兴的这个行动来合作 所以神就拣选了哈拿 来与他这个新的复兴的 行动有合作呢 所以就是说 这个哈拿 之所以能够有这个迫切 和清新吐一的这个祷告 都是有神在背后的主宰和推动 激动他 在主面前有一个迫切的祷告 就是能够产生得胜者 产生出这个撒摩尔 进而能够带出大卫和大卫的国 所以哈拿的祷告呢 他和执事 也就是为了带进君王和他的活动 而在哈拿的执事里 就是为了神在那个时代产生一个得胜者 现今呢 就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主的恢复里 我们的目标就是建造西安 我们需要看见今天的造会生活啊 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 但是耶路撒冷不能满足神的需要 神要得着西安 就是神殿建造的所在 也就在那里啊 就是耶路撒冷的高宫和中心 而今天在今天世界就是我们基督身体的实际 所以要达到神的这个心愿 除了祷告以外 我们没有别的路 所以我们不仅要过正常的这个造会生活 我们更是需要向主有一个祷告 我们愿意成为得胜者 神在这个时代同样是护照近日的这个得胜者 我们需要与主合作成为得胜者 成为一半团体的得胜者 平灵活着更是平灵而行 过基督身体这个实际的生活 唯有这个基督身体实际的生活 才能带进主的再来 才能终极完成这个新耶路撒冷 所以愿我们都能尽哈拿的直视 为着造会产生团体的得胜者祷告 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造会的年轻人祷告 更是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 不是为着他们将来的恒通 乃是为着他们能够成为萨摩尔那样的人 成为男孩子 成为转移时代的人 阿们 阿们 我继续语用语说一些加强的话 本周信息是哈拿的指示 就着本周信息的题目而言 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指示 有下面五个方面 第一 祷告为了产生得胜者的指示 第二 带进居王和他国度的指示 第三 转移时代的指示 第四 建造西安得胜者的指示 第五 建造造会基督身体的指示 我就第一点说一些加强的话 祷告为产生得胜者的指示 我们来看哈拿的祷告 首先我们来看哈拿祷告的动机 这在撒满尔纪上一章一到七节 我们看见这件事情 尤其是在撒满尔纪一章三节 圣经第一次用了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称呼 万军之耶和华表明是 神是哈拿祷告的发起者 预备者 谁也是支配万军的那一位 为了撒满尔的出生 神在幕后发起了一些事情 一面他是哈拿不能生育 一面他预备比尼拿基地哈拿 所以在哈拿的祷告的动机上 我们要看见两点 神是发起者 神是预备者 我们来再看哈拿祷告是与神合作 这在撒满尔纪一章十到十九节 我们看的这些事情 神是哈拿祷告的迫使者 他迫使哈拿祷告 求主给他一个男孩子 哈拿在祷告上向神祈愿 得到神的祈愿 神也是哈拿祷告的得着者 神祈愿哈拿的祷告和他的承诺 他就是他生了一个儿子 给他起名叫撒满尔 神得到撒满尔 所以在哈拿祷告的与神合作上 我们要看见两件事情 神是迫使者 神也是得着者 好我们来看哈拿祷告的实行 常常的金圣弟兄特别说到实行的事情 我们看实行 实行在十节上 他在撒满尔一章十节 哈拿活力愁苦 就向耶和华祷告 痛痛哭泣 这是哈拿破切向神祷告 在十一节 他赐你一个悲女一个男孩子 这哈拿是专意的祷告 向神有个喜愿 在十节又说到 我必将他献身 终身献给耶和华 这是哈拿为神许愿的祷告 神看见哈拿心愿 神就宝贵那个心愿 我们再看十二节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 这是哈拿是在不住的祷告 再看十五节 在耶和华前清心土意 哈拿是清心土意的祷告 他摸到了神的心意 我们再看十六节 我因被人激动 愁苦太重 所以一直述述到如今 哈拿祷告 直到如今还是真实的祷告 这是真实的祷告 我们再看十七节十八节 他频频安闻去了 于是父缘回去 并且吃饭了 面上不再再抽拥了 哈拿听了以利的一句话 脸上不再抽拥了 因为神所赐给的平安 一进入他的心里 他就得了平安 所以哈拿祷告得了答应 并得了成全 再看十九节 是他清神起来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哈拿心里平安之后 就清神起来敬拜神了 以上我说到哈拿 实行了八个方面 哈拿迫切向神祷告 专一的祷告 为着神的祷告 不住的祷告 清心土意的祷告 直到如今的祷告 祷告得到答应 哈拿清神敬拜的祷告 这八点是我说的加强的话 实在地感谢主 这种信息是哈拿的指示 在哈拿特别的指示 我要问两个问题 我们的指示是什么 我们与这个指示有没有分 在我们中间的实际情况来说 有些心中想的是 就是复兴 这种复兴就是以 事实为原则 沉沦 复兴 再沉沦 再复兴 要刺激到这个世代末了 然而这个世代末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指示 就是带进君王的指示 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 主恢复是要建造西安 这里主把我们带在 主恢复里的原因 是要成为得胜者 结束这个造会时代 把这位荣耀基督带回来 这就是我们的指示 今天神要许多沙梅尔 就是得胜了那些人 带进基督的真大位掌权 和基督掌权的君王 和他的前任国 我们要向神发出我们 从心里发出真实的祷告 除了祷告之外 别无他路 我们这样做就会更硬实 祖在生命上就更有长进 就得以被采生为得胜者 得以被采生为得胜者 并且主要求我们 透过我们流出去 为要把别人采生得胜者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指示里的分 当我们在神面前成为 一般领心长进的人的时候 神在我们身上旧路 这就是这套细细所讲的 哈拿的指示 我交通完了 Amen 谢谢主 谢谢弟兄们加强的话 好吧 我们有点祷告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追求了 Amen Amen 感谢您的观看